关于内推的事我再稍微缓一缓的说 因为有的学生还没到 我们先讲我们布置的上次提高 我们可能先想讲一下 SQL和NoSQL 上次没讲完的 我们讲完SQL和NoSQL以后 我们再讲MySQL和Kassandra 然后我们再讲上马题 因为上次没讲完 其实knowledge based的东西 其实还真的是有东西 真是讲不完的东西 好吧 我们看一下 上次这篇文章 这里翻到了redis 因为刚刚在看 我们回到上面 我把这链接也发一下 可能有的同学忘了是哪个链接了 我发一下 好 这个链接 好 大家打开一下链接 好吧 上面没讲完 我们再稍微讲一下 acid是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acid 然后的话 就是说atomicity consistency isolation durability 对吧 那么NoSQL的话 主要是又一个概念 叫CAP Serum 对吧 CAP就是consistency affailability partition tolerance 对吧 这CAPS theory 我看一眼 回头 我在这之前上传了一篇pdf 大家最好把它下载一下 然后的话下载一下 如果你还没下载的话 就是Cassandra的 那个 然后你到chapter1这里的话 当然第7也chapter1 这里 稍微看一眼 就是说acid 对吧 acid 这里也有介绍 对吧 acid的原则 对吧 isolation 但是 就是说 有很多系统都是trade off 其实做系统设计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trade off 它其实你反过来看到 NoSQL 它实际上是 它实际上是eventually consistent 对吧 它实际上更多的去实现了 availability 对吧 和partition 对吧 而它什么atomicity consistency 实际上是有一些牺牲的 对吧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的话 db的话 就是说 刚才也说了 db其实就是更加成熟的 那种 对吧 然后的话 那种 noSQL的话 更像 这里又分了一次 graph database graph database 基本很少 在面试中出现 面试中很少出现 graph database 对吧 key virus 典型了 dynamo db 叫什么 Cassandra 对吧 回头再讲 Cassandra document Store 更像是 mongodb 对吧 column Store 感觉就是 Cassandra xml 我还不知道 到底xml是啥 这里别的 你可以自己再看看 其实 这里突然我常看到 memcache d can be used to increase performance of data retriever 对 就是说 他就是说 你用mySQL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用这种relation database 很多时候 在它上面 加一层缓存服务 就比如说 memcache d 或者是 redis 这种 这种配置服务 我回头也讲redis 就是说 缓存服务 caching service 好像亚马逊也有自己的 或者别的公司 有的公司 它有自己内置的 就像Facebook Facebook 它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Facebook 比较早期的时候 他们用的是 memcache d 后来的话 他Facebook 把memcache d做了很多优化 做了很多customization 所以说Facebook 很大程度上 还在继续用memcache 包括他还在用php 对吧 就是说 他 他php 又把它改写了 包括 compile engine 那么的 就是说 用c++ 什么东西去写的 性能又提上了 那就是他做了很多 in-house的一些customization 但是 别的公司 你不可能这么搞 对吧 就是说 我那次业界 比较流行的caching service 旧的叫memcache d 你发音要发对 你这个可能面试会问的 memcache 你别发音 发不来 memcache d 我记得这周 有同学被考 就被考 就这种同学 这周有同学被面试 就面的 问到这个 memcache d 对吧 memcache d 那么 它是经常比较常见的组合 就是说 在mySQL上面 再放一层 memcache d 因为你对repeated cure的话 你不想他hit heat SQL 对的被子 最后 mcache d相当于直接用memory 里面访问了 就快 对吧 所以这种时候 你就等于说加了一层 缓程服务 好 我们再往下 这里也讲mangodb cache db 对吧 好 我主要想讲一下redis 对吧 就是说 因为包括这周 也有同学被考到redis 我刚说了 redis 就是说 个mem也就是 也是一层 conscient service 对吧 很少 你说它是database 它也是确实是用来 存储数据的 对吧 但它不是那种persistent 对吧 persistent 我发一下 persistent 它不是persistent 打一下 persistent 因为缓存 缓存是缓存 就是说 你挂了也没关系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 就像你在mySQL上面 放了一层caching 对吧 我不知道 我再画个图 我怕有东西不理解 这里有的 同学基础比较弱 我再画个图 就是说 你比如说 这是database 对吧 假如这个是mySQL 对吧 我刚刚说 我这假如是mySQL 我就说了 在上面加一层缓存服务 对吧 假如加一层 我试着画个像个云一样的 想说这个是个redis 对不对 你redis 你去访问它的时候 它cash miss了 cash miss了 它才会去访问下一个 mySQL 对不对 cash miss 但是如果开始不面试的时候 它是不用访问mySQL 对不对 是不是 就在这mySQL上加了那么一层 画的不是特别好看 其实我们下一节课也可以讲一下缓存原理 这个也是面试中很重要的 而且Facebook的系统设计题的话 基本要考这个 我们看 等等我把这链接先发一下吧 就缓存原理 稍等我找一下 在这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 因为今天讲到缓存 我觉得就是说 我把链接发一下 有些同学可以先去看一下 经常讲缓存缓存的话 实际上缓存是什么东西 缓存就是 基本上大部分时候指的 就是说你数据库上 cash service 对不对 但是这个的使用 又有一些不一样的pattern 这里看 就是说我只是链接 我刚发了 在空间 这个群里面 就是说 而且是中文的 就是说 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 我下节课可以细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可能是有点 涉及到系统设计体了 系统设计体了 然后你看 你看是 cash miss了以后 它会到datastore 对不对 datastore就是你的mysicle 大家看 就是说 这里会涉及到一些 rease condition 这些东西 我今天先不细讲了 我下节课 可以把它拿出来讲一下 对吧 你看 特别是 特别看 标准的design pattern 你看到没有 包括Facebook的论文 scaling memcached Memcached at Facebook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这里有为什么 你看这里的话 在这里提到了 当年我记得我当时面 Facebook的都要求我 读一下这篇文章 系统设计体可能会考的 我觉得挺有用的 实际工作中实际上用到挺多的 包括你在讲自己的项目的时候 如果你搞懂了的话 对你也挺有帮助的 所以我目前打算下节课讲一下 好吧 讲一下防循原理 它有另外一个pattern 这个是讲的实际上 第一个pattern 后面还有什么readerized through pattern 这个我可以下个课再讲 你如果预习的话 你可以先看一下第一个pattern 你把第一个pattern读懂了 大部分的时候是第一个pattern 就是我刚画的图 就是说这个图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自己的是redis 或者memcached 的服务在上面 对不对 然后底下是你的数据库 对不对 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 包括这周也有同学被考到 不知道记得不记得好吧 好 我们再回到那篇文章上看一下 我刚想讲redis redis框架 今天包括有同学被 这周也有同学被问的 其实真的在业界工作过的话 用过这个东西 这个不算什么难题 对 但是真的业界里面用的 redis用的很多 redis 它说它有这些性能优势 对吧 它有一些比较cast 一些data structure 像什么set 对吧 list hash 它都有 对吧 然后它主要是用来做cash cash service 对不对 它主要的操作有什么 有同学被问的 操作就是get put 对吧 get by key get你传个key put key和value 对不对 在优先点的话 就叫mget 我打一下mget mget是什么 mget就像是batch get 就是你发多个key batch get 就发多个key 对不对 batch get 你发多个key 可以一下子拿出来 对不对 就是你发一个请求拿多个 对不对 包括mput 对吧 那就是多个 就像是batch put 对吧 就是这样的 好吧 然后的话 他说他说它very fast it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astest no-sql server as it works with the in-memory data sense 对吧 我这边是不是说一句 如果你去谷歌查一下什么 刚才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说了什么 memhashd和redis 对不对 那么我也说了 memhashd是个比较古老的framework 当然Facebook还在用 因为Facebook做了很多自己的customization 他人多钱多 他花点钱的话就可以把database给优化 对吧 那么我们再看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是memhashd和redis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在性能比较 对不对 这边你是谷歌的话 我是我就抽了第二个链接 应该是第二个链接 第一个是第一个 stack overflow 其实你自己去找一下 应该也有很多 我觉得这个文章我稍微说一下 这里比如说read the right speed 对不对 bose are very fast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两个都挺fast的 对吧 所以说那么就是说speed不是最大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这里一看的话 可能是memory usage最大的 对吧 in memory 你做缓存 你的memory usage 当然很重要 对不对 是吧 你看他这里提到了 就是说他比较efficient setting access is up to you never use more than it has to and we will give you back memory no longer using 对不对 另外的话 在mem cache的话 在用缓存的时候 经常会涉及到一个叫TTL的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应该你应该 其实很简单 就是time to live 对吧 TTL time to live time to live 什么呢 就是说time to live 就是说你在放 key和value的时候 你可以给设一个TTL 就表示你存活多少 多少 就表示他的存活多少 表示你他能存活 how long to live 对不对 所以说mem cache D 基本上你在用缓存服务的时候 都需要有那么一个time to live 对吧 一般很少让他永久性的把他活下去 对吧 那就不是要缓存了 对吧 是吧 然后这里还提到 Disk IO Dumping 对不对 这个是redis 明显是有优势的 对不对 就是redis实际上 虽然我刚刚说 基本上把他当memory用 实际上 中文叫落地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就是说这个词 就是说落地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把它persistent persistent redis是允许你把它persistent 就是可以把它放到disk上的 就是你本来在memory用的 这是可以的 对吧 可以dump to disk 对不对 好吧 然后scaling的话 是give you tons of headroom before you need more than a single instance 对 redis有很多模式 其实有的同学用过的话 就是比如说有什么master slave 打一下 比如说有叫sentinel sentinel sentinel模式 哨兵模式 对吧 相当于是master slave 还有多组多重 多个master 多个slave 就他有各种各样的模式 我这个讲不听不懂 没关系 他还有consistent hashing consistent hashing 其实我上课讲过 这样他可以利用到多个 多个那种实力 好 我在讲MySQL和Cassandra之前 我这里稍微讲下一个 我topic准备讲一下MySQL跟Cassandra 对吧 这是我们上次想说的 对吧 在讲之前 我看同学也差不多了 我们讲一下内推的事 就是内推的事 最近去了他linkedin面试了一下 outside面试 碰到一个国人小哥 跟我透露一下 透露了一下 那个linkedin的内部消息 还说这个是很内部的 外面还不知道的 说是 所以我在工作号里面说 那篇文章说 那个flg内推主要是指L linkedin 好吧 然后linkedin这样 就是说linkedin的话 你需要内推的话 就是说他说愿意接受内推 这个内推是说 他的new graduate开始招了 具体是intern还是fulltime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呢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反正头没有关系 我不觉得你可以问他 你可以去问他 这个人的linkedin链接 我已经在群里面发了 linkedin的申请是这样的 可能有的人没推过 你首先听我说 你首先必须得建一个你的linkedin的profile 好吧 我贴一下 我再贴一下 如果你没看到linkedin这个人 不要去宣传 这个是你们几个学生可以去找他 就是linkedin内推的话 就是说你linkedin首先你要申请 你必须得自己建一个linkedin profile 然后你必须得加这个人为好友 必须得加这个人为好友 谁都一样 不是说new graduate必须得这么高 我当时找别人内推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已经有linkedin profile了 对吧 你必须得加他为好友 你加他为好友的时候 你提一下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星瑶 你提一下我的名字好了 这是我的名字 好吧 然后你提一下你是我的 我是我的学生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他会帮你内推的 然后还有一个事 你给他发的时候简历 还有一个第三人称的cover letter 第三人称的不是第一人称 是p什么的 你发一个第三人称的cover letter给他 好吧 大家下课了以后可以去做这个事 听说是linkedin new graduate的head account 开始放了 就是说 他是跟我这么说的 然后就是说 我不知道什么 其他情况我不清楚 他说是外部目前还不知道 只是他们内部还才知道这个事 所以说需要linkedin申请的同学 可以赶紧赶紧开始了 就是说 这还是个比较不错的机会的 好吧 然后顺便说一下Facebook和谷歌的内推 也有同学 也有同学最近pass了谷歌的 phone interview拿到 OA和phone interview拿到谷歌的onsight 这里恭喜一下 就是说谷歌的话 上次也说过了 包括Facebook 你最好找一个认识的人内推 对吧 内推 然后就说他最好是能帮你好好写 recommendation的 就是说会顺势帮你跟进一下 找一下猎头 找一下recruiter 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我今天跟一个Facebook的朋友 老朋友老聊了一下 说是Facebook现在拿onsight的概率 稍微高 相对高一点 所以拿到onsight不要太高兴 就是说听说他onsight的通过 onsight的通过率是20% 20% 所以拿到onsight的同学 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就稳了 这不是亚马逊的video或者什么的 这事就是20%不是很高 因为听说Facebook现在调整了 就是说他们那个phone interview的通过率 现在相对放的比较水一点 就是他更愿意看学生的onsight的表示 一个是因为他们也很缺人 就是说这跟亚马有点像 亚马也很缺人 就是说 所以他们onsight 就是尽量他不想也不希望因为面试 把你黑掉 所以他尽量让你上 对吧 那么这但是也不是随便给你offer的 对吧 所以你onsight的得表现的好一点 20%确实比较低 大家加油 这是我今天从Facebook一个朋友那边听到的内部消息 就是说这也是没办法天要下雨 你让嫁人这种事没办法的 好吧 反正就是什么冰来酱囊水来土焰 好吧 但愿你是那20%中的一个 就这么说吧 但愿你不是那80%中的一个 好吧 大不了明年再战 对不对 反正每年都可以试一次 好吧 这里我们看一下Cassandra和MySQL 因为很多同学在讲MySQL 所以Cassandra 我们把跟Cassandra涉及的题目说一下 Cassandra的话 它是经典的一个NoSQL 是基于KeyValueStore的 也是ColumnBased 好吧 然后如果说 问你说Cassandra跟MySQL的区别的话 这个一个是性能 大家也看了 Cassandra是明显非常Scale的 对吧 就是说 这里你看这个性能对比 就是说你看MySQL要300毫秒 Cassandra只要0.12毫秒 对吧 特别是我跟你讲 特别是Cassandra最大的优势 就是写Write 它的Write的throughput是非常高的 在NoSQL里面 在NoSQL里面 在所有的 这些NoSQL的框架里面 Cassandra的Write的throughput 是非常 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如果你一个系统 它的Write非常高的 非常大的话 那用Cassandra是非常好的选择 好吧 所以你如果自己写的里面写了Cassandra的话 所以这经验之谈 就是说 它相当于Cassandra有本独门绝技 叫翔鲁18掌 就是说 这个写的速度非常快 独门绝学 好吧 好吧 但他当然说它是less reliable 这肯定 Transaction他没有 一到NoSQL就涉及到Distribute Transaction 这是很明显的 Transaction他没有 或者叫Distribute 你自己想办法维护 好我们再继续讲 我希望大家翻到那篇 回到PDF 如果还没打开 再打开一下 PDF 我们当时刚刚说了 我们在 Isset这篇文章 对吧 第七页 对吧 第七页 然后再往下翻 我们讲一下关于Cassandra的 好 我们再往下翻 比如说到第九页 对吧 好 Scaling Consistency 对我一直在提Must slave Must slave 怎么回事 如果你还不知道 什么叫Must slave 正好这里学一下 你看这个图里面 大家看这个图 大家看这个图 就是说大家看这个图 然后这里的话 这个Must 只有这个图里面 Must只有一个 它可以有多个slave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他写的时候都是 这个是read write 对吧 写的时候都写到 Must上去的 然后他再通过 Asynchronous的 一个那种replication 让这个slave 都sink到这个data 对不对 就是你比如说 你加一个key的话 加个key的操作 会被Async 一步的同步到 别的slave上 这样的话 你的服务就去读的时候 就可以去读 别的slave 对吧 而不要大家都去读 这个Must 对不对 是不是 大家不要都去读一个Must 那么就变单机版了 如果对吧 但所以他 他能一定程度上的优化 那个读的操作 就是说 那么问题就是说 那个问题就是说 那个读的话 就是说 写的 不好意思 就是写的话 就是会有一些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 它毕竟是一个机器 对不对 写的sroot put 就会比较麻烦 对不对 就是说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shading 对不对 shading是MySQL 是给MySQL用的 shading 就是说 是为了提高 Master Slave的approach 是在relational database里面 一个常用的 一个手段 其实我上学课也讲了 最典型的就是说 你比如说中国 的是一个database 美国的是一个database 对不对 是physical的分开 对不对 或者某种意义上 就是说 你看它这里是这么写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就是说 a到mdatabase的cluster 它的意思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的key 是starting with a和m 你到这个cluster里面去 对不对 如果你是m到c的database key的话 你到这个database 所以它等于说 是把它某种意义上 partition成两个database了 对不对 那么a到m的请求 就被它forward到route 或者路由的到 左边的对吧 右边的 n到谁的话 到右边 它实际上也叫 中文也叫多主多重 对吧 multiple master multiple slave 对不对 它某种意义上 也是个shading的 shading shading是个很重要的keyword 是个很重要的keyword 你在问一些knowledge base 的question的时候 讲database 它说 你的database不scale 怎么办 你说我可以加一点shading shading是非常重要的 在relation database 的一个optimization的手段 对不对 好吧 failure point 好吧 相当于是把它做了某种程度的petition 但是不是非常自然的petition 然后我们再往后翻 这里好像提到 handling the death of the leader 对不对 这个leader 怎么办 对不对 有没有failover failover 在也是keyword的failover 对不对 就一个机器挂了 怎么办 对吧 比如说你有个backup machine 对不对 这种对不对 number of undecided state 对不对 是吧 这里有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 所以它是你看它说 rights are difficult to scale 刚刚我们说了 我们只有一个master 对不对 data partition must be carefully planned 就是说它petition 不是自动的 对不对 它的petition是某种意义上 自己在维护的 对不对 它的逻辑是自己在维护的 pattition 对吧 a到m n到c 这个不是非常自然 就是说 而且就是说 carefully planned 而且你没规划好的话 后期 如果你要调整的话 非常难调整 对不对 是吧 我今天这些都是针对reliation 的这个based的 就是你可能会问一些 knowledge based question application must understand the beta based topology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failover will dramatically increase complexity of the system 对不对 然后就adding capacity 需要reshuffle data 对吧 因为你加了potation 或dowtime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是a到m n到c 对不对 如果我将来再加一个potation 就非常麻烦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比较麻烦了 对不对 如果你再要加一个potation的话 你怎么弄 你还得重新再reshuffle 或者data对吧 就让我想起这次面linkedin 有一道系统设计题 有一点很妙 我稍微提一下 有一道系统设计题 我有点很妙 它其实就让你store一个key 就是个stream 大概是跟搜索相关的 这key就是一个stream 比如说apple car 这种stream 对吧 你需要store一个key 然后它的value是一堆id 什么12345678 这种的对吧 它的fair就是id 系统设计题 听上去很简单 就是说 那你怎么设计这个系统 来存储这个东西 对不对 系统设计 设计实际很多时候 在讨论这个东西 那么 那么就是说 它这个id可能有很多 对不对 比如说1到1万 到1亿都有可能 对吧 那它比如说apple 比如说a 假如说这个key是a 对吧 然后假如说还有个key是b 对不对 假如说你这个id 比如说是1 3 比如说7 对吧 假如说这样 假如说b的id有比如说3 比如说9 对吧 比如说 比如说我如果同时搜a和b的话 我要找它们重叠的 就比如是3 这道题 其实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道题 就是说 重点它问的考察的是个partition partition的逻辑 partition的逻辑 我记一下 我今天课就不讲了 我可以给大家留一下思考题 或者下次我找个同学mark一下 或者是好吧 就是我们找个同学可以mark一下系统设计题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道题 我看我这次我记下下节课我要讲缓存原理 对吧 一个是缓存原理刚发的 对吧 这个我要讲一下 还有我打算再讲一讲一道 林肯定onside考到的一道算法题 我觉得比较妙的一道算法题 也是离得扣的原题 这样的我这次去林肯定的话 是三道系统设计题 两道算法题 两道算法题基本上都是离得扣的原题 就是说但是有几道做法还是比较妙的 有一道是离得原题的变种 所以我会挑一道题稍微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妙 还是那句话 如果学同学 我们这个特别是23号同学 我们这个课的内容是根据学生的要求来背课的 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需求需要讲解的 你可以私下跟我讲 然后我下节课就可以背一下 就是说也可以就课上拿出来一起讲一下 如果你没有提要求的话 我就按照什么Facebook林肯定我想到的讲 就如果你有什么需求的话 比如说我想讲一下什么题 什么系统设计题 我们可以讲一下 那么刚才说了 我们下节课讲一下刚才缓存原理 我们再把这个系统设计题也讲一下 这条题就是说给你一个key 和它的一堆IDs S有个S对吧 就是说这个ID可以是Document ID 它实际上是一个搜索的一个简化 就是说其实你有时候在做 大家知道不知道inverted index 我不知道大家回去不知道可以查一下 叫inverted index 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 这是在搜索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在封锁搜索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就是说这个系统设计 实际上是基于inverted index 这个index在这儿 对不对 而key是在这儿 对不对 或者你这么想 我们经常我这样直接我搜一下 如果inverted index 可能搜得了 我搜一下 可能有 对吧 如果你不知道inverted index 那你应该去查一下 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我下节课 我打算下节课稍微讲一下 这个inverted index 这个系统设计题 不是inverted 就是我想下节课讲一下这个系统设计题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找个学生来mark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东西 刚刚那张图到哪去了 我去 我搜一下picture 不好意思 我看一下这里明明有个core的图 怎么都没了 好 我看这个图是不是好好 更好一点 我只要一个图片就行了 不知道大家看清 这个还算清楚的 大家看一眼 就是说大家你可以看一眼 这个inverted index 就是说你看一眼 就是说你有一个document 一个一个的document 对不对 然后就是说 你把这些里面的word 相应的把它的ID 你看到没有 大家看了吗 所以它是term 和document的ID 我刚刚写成key key和ID写的简化了 它实际上是term 这里是term 对不对 term 你看一下这里 比如哪个 它对应的document的ID 对不对 实际上它这道题是基于这个的 然后它系统设计 其实的问题来了 就是说 你怎么partition 存储来存储 这个inverted的index 对不对 就是说你怎么去partition 你的存储 对不对 那比较自然的想法 我再说一下 你比较自然的想法 是用这个term 是不是 你比较自然的想法 是用这个term 那我再跟你讲一句 用term是可以 对吧 你就是用 等于相当是key final store 对不对 我不用放大 这已经很大了吧 我觉得这已经够大了吧 我把截图 我把链接也发一下吧 这图已经很大了吧 你看不见吗 已经 我觉得已经挺大了吧 我再放大的话 我怕跳出这个屏幕啊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等等我看一下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呢 我看一下 那么这里这是cora的圆图 对吧 这里差不多大 那这样 我不知道你看了 是不是更清楚一点 这是在cora上的 对吧 inverted 应该是 对 不好意思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inverted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本来的存储是document1里面有哪些term 对不对 比如我们看一下document1里面有the brite blue buterfly hands 对不对 就是表示document1里面有这些term 然后document2里面有哪些呢 best 对不对 有forget 对吧 你反过来 inverted inverted 就是反转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你看 就是说 best best本来是在document2 里面对不对 他就把它反转过来 就是说 term是best document的id是2 对不对 就把它反查了 对不对 对吧 blue的话 在1 1里面和3里面出现 所以1等号3 是这个意思的 你看blue在这 对不对 这里有个blue 那么就说给你个关键词 这个跟搜索很有用 就搜索 比如说我要搜一个关键词blue 我就知道它在哪些document里面了 对不对 所以这套系统设计 反过来说 这种系统设计题 今天我就把题目放一下 我就作为思考题 你回去思考一下 好吧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你给你这么个系统存储 就是你要存这个term 和document的ids 那么你去怎么存储 那么当然第一种比较明显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term 就是这个key来做partition 对不对 另外一种比较 另外一种选择是什么呢 用这个id来做partition 你去想想怎么做 用这个id做partition 有各种各样的tradel off 有各种各样的tradel off 你回头可以去想一下 好不好 好的 那么我们继续讲 这个 好 然后我们回到pdf上 我还没讲完 就知道题下节课讲 好吧 好 我们刚刚讲的多组多重对吧 master slave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 再往下看一下 breaking with tradition Cassandra的alternative 对不对 主要看一下Cassandra的话 我当时跟他讲过 它是peer to peer 所以在Cassandra里面 它是没有一个master slave的概念 它是没有master slave 每个机器都是平等的 就是说它是根据consider hashing consider hashing 来root你的请求 到某一个机器上 这样的 所以你看这个图 它每个机器都是平等的 就是说 大家都是 没有你是master 我是slave的 它是跟你的key 根据你的key 它做它的hash 算出它的hashcode 对不对 根据你的hashcode 它就root到某一个机器上 是这样的 好吧 然后我看一样 这里还有什么要说的 好吧 它通过什么cap theory 对吧 cap theorem consistency availability partition tolerance 这个是比较经典的cap theory 这里都讲的 可能都不是特别好 我稍微再总结一下 就是说 Cassandra的话 它不是特别灵活 就是说 mySQL的话 比如说你建一个table的话 你是可以做不同的join 或者你是对每个column 对某个column做curie 对吧 你是可以做的 然后你是可以加index 对不对 这是mySQL里面常用的东西 就加index 假如你对某一个column 某一个列做curie 做的比较频繁的话 你可以加index 对不对 index的实现是b plus tree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b plus tree 它是相当于是binary search 它加了index以后 相当于是在额外的空间 开辟了一个额外的空间 然后建了索引 它的索引是通过b plus tree 对吧 b plus tree的话 等于说你在做搜索的时候 是binary search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就是说 但是Cassandra 它就是不需要这样操作的 对不对 就是说Cassandra的话 它是它的model 它的model是必须得针对你的curie 它不是很灵活 我刚刚说它不是很灵活 结果它的建模是讲究的是denomalization 而myseql myseql 你去看讲就是normalization 我看一下 normalization 我打一下 normalization 我看有没有打错 normalization Cassandra 讲究的是denomalization 它宁可你多放点数据 对吧 你可以去查一下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字 denomal 我是不是打错了 我不确定 你看一下 如果不对的话 你再改一下 就是说 你如果去做relational database建模 你肯定讲究的是normalization 对不对 基本上是按照object建的 你normalize了以后 你就可以做不同的join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去学的话 肯定它可以连接这么教你的 但是在Cassandra里面建模的时候 是讲究denomalization 而你就多写好几份 相当于是写好几份 对吧 就可以多写几份 你可以 你可以多写好几份 因为它写是不怕的 不好意思 它是不怕你多个写的 然后它是就是说你的建模 是必须针对你的curate 基本上就是说你的get 你的read 你的read是要什么 你的模型 你的schema 我这里在讲Cassandra schema 你的schema就必须得建成什么样 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是比较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你的schema 是根据你的read操作来 建模的 假如说你在做设计系统的时候 你还不确定你read operation的时候 我建议你不要强势着 就最好不要用Cassandra 因为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 Cassandra不是个特别好的选择 因为你将来 如果你read操作读别的地方的话 比如说我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你有ABCD 四个column 如果你既要对A做cure 又要对B做cure 又要对C做cure 又要对D做cure 那你用Cassandra是非常不合适的 对不对 因为他没办法handle这些 因为Cassandra只能有一个partition key 只能有一个partition key 比如说你用A当partition key的话 对不对 你只有一个partition key 好吧 你一个partition 决定你这个cure在哪个database上 好吧 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coding了 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 可以提一下 现在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开始讲coding了 包括刚才的内推什么的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开始讲coding了 coding 虽然大家有的人不一定喜欢写算法 但是算法我给你讲 不管你工作多少年 基本都得有的 就是说 就算是你工作很多年去面 照样面算法题 我去面林克宁 他照样也要面算法题的 两道的 而且还是离得扣的原题的 下节课我讲一下其中一道题 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 好吧 然后系统设计题 我们下节课也讲一下 我看有没有学生想到怎么做的 你可以在QQ群里面直接讨论也可以 就是我刚刚布置系统设计题 我刚刚也讲了Cassandra的事了 就是你怎么存储 你的目的是讲 比如说给你个apple 比如说A是表示apple B表示blue 这两个有没有重叠 对不对 比如说在这道题里面就是三 对不对 我要找三 对不对 是不是 三是我要的 这不是算法题 这是个系统设计题 你可以想想 我觉得里面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 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吧 collaboredit的link我已经发了 我再发一遍 我发了两个 这两个我希望你都打开 我再贴一下 这个collaboredit的link我再发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在这 我为什么发另外link 另外一个link 主要是collaboredit贴太多 他不让我贴了 所以我必须得换一个 然后 这个link我比较也相对比较独立的 就是说我们在讲这道题之前 我希望 我讲就不讲了 就是说这些是 tree traversal的 in order pre-order in order pre-order post order post order考的比较少 就是说 我稍微解释一下 pre-order的iterative 这里全都是iterative写法 对不对 pre-order pre-order你必须得会 不会是有背传 好吧 这个是最基本功了 就是说 就是说你基本都是用个stack 你看 大家recursive的写法 不需要我教了吧 recursive recursive的写法 应该自己都会 就是in order pre-order post order 这个应该都会 这个iterative的写法 就是说 都要用stack 如果你要计备的话 都要用一个stack 对不对 都先开始把这个root 喷进去 放进去 然后查这个stack 有没有empty 对吧 pre-order的话 它是先把右边的 放到stack里面 然后再把左边的放到stack里面 对吧 然后不断的pop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不会都把它背出来了 这是我这里 我是经常用21行 in order的写法 几乎就背出来了 基本上 基本上就背出来了 我建议你 基本上要背出来 到背的地步 因为很多是基于它的变种 我想想看 我特别是in order 我今天讲一下in order 我在面临的时候 也被考了一个变种 elite code没有的 这道题 而且出现的频率挺高的 我在别的公司也被考过 我等我讲一下 我就讲一个思路 我稍微讲个思路 好吧 in order trafer iterative的话 你最好背出来 最好背出来 就是iterative的写法 也是用stack 基本上都是用stack 然后你看它current 不等于now的时候 你把它push进去 对不对 然后current等于current left 这个你基本上就要背出来了 我觉得 它不断的在试左边的 因为in order的话 它是不断先去拿左边的 对不对 当它左边没有了 你看没有了的话 它它把pop出来 对不对 然后把它打出来 这是in order了 把它打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它拿出来的头 然后再到它的右边去 因为它左边没有了 你到这个行的时候 到38行的时候 它左边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到38行的时候 它已经没有左边的了 如果stack empted的话 break了 那就out of the loop了 好吧 第二个42行 这是另外一种写法 你可以自己看着办 我就不用这个了 42行是另外一种写法 post order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两种写法我都贴了 我觉得被考的概率非常低 也不排除有考的 需要的话可以讲 我重点讲一下 我后面又贴的道题 如果你刚看的话 等等 好吧 后面贴的道题就是 binary search iterator 这个几乎就是用刚才那种写法的变种 对不对 他不断找左边找左边的 对不对 是吧 不然的话 没有的话 那么next的话 就是说next的话 就是不断的push到他的left 对吧 the current等于 pop 对吧 就出来了 对吧 把它铝造成一下 反回 就基本上就根据刚才 in order的 iterative写法的变种 基本上就是刚才写法的变种 这样的 就是说 你基本上把背出来的话 这边也能写了 好了 我现在讲一下 那道 link in onsite 考那道题 就这样的 就给你一个binary search去 给你个bst 让你再给你一个target value target的t 对吧 等等 不好意思 有点慢 给你一个binary search去 给你一个target的target的value 我们叫t吧 target的t 是个integer integer 让你找 在这个binary search去里面 离这个target的k closest closest k的 number 大家听明白这题目的意思吧 这题应该 lead code应该没有出现 有出现吗 如果出现了 可以跟我讲 好不好 可以 如果出现了 可以跟我讲 对吧 就给你个binary search去 还给你个target的t 让你找这个 binary search去里面 离这个target的t 最closed的 那个 k number 我要么这道题 下节课再讲 好不好 有学生要讲话吗 有学生需要讲话吗 好吧 有的话你可以先发个话 我可以知道 然后我再把你unmute 好不好 就是说给你一个binary search tree 还有个target的key 找离他最近的k closest number 我给个提示 我就稍微讲一下思路 好吧 我就不给提示了 就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in order transfer 这样题你写的时候 先用那个in order transfer 你可以写成那个 iterative的 我看到21行这里 21行这里 in order 用in order interative的in order transfer 为什么呀 你看啊 假如说你做了in order transfer 你在做in order transfer 的时候 你看啊 假如他就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排序好的一个数啊 比如一三五六 比如说九 比如十一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的target是 target是十一 对不对 假如说我们的target是十一 假如他后面 还有比如说十二 比如说还有十五 我讲一下思路啊 我先不写代 我今天就不写代码了 十八 假如说我们的target是 假如说我们的target是 这个t是十一 对吧 假设啊 那我们做binary 我们在做in order transfer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他前面的 我们再 回到回追他前面的k减一个数 对不对 k减一个数 是不是 就他前面的k减一个数 再加上他后面的那个k减一个数 我们在这几个数里面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他最close的k个数了 是不是 是这样吧 是这样吧 如果 就是说如果t是十一的话 那假如t不是十一 假如t是 我这个话大点 比如说t是十三吧 假如t是十二吧 比如t是十吧 t是十怎么办呀 t假如是十的话 我们也把t 我们也 我们不是在做in order transfer吗 我们在不断的做in order transfer 我们也便利到这个十一 这个数就比那个t大 假如t是十嘛 对吧 我们只要找到比他大的 那再把他前面k个数给 再把前面k个数给拿进来 对不对 我们可以存成零刻的list 对吧 我们只要把前面的k个数给拿进来 然后呢 我们再去看那个后面的那个 我们再看后面的k 我看一样是叫后面的k减一个数 对不对 就是说你再继续往后走 就是你不是在做in order transfer吗 你到了这个点以后呢 你到了这个比这个t大语或者等语的数以后 再往后面走k减一步 再往后面走k减一步 是不是就剩下的k减一个数了 然后前面的数你用link的类似存下来 那么等于说是你这个link的类似的最后里面有哪些数呢 就是有前面k就是t前面的k个数 超过这个k个的你就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dq相当于是个q吧 你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再把t后面k减一个数给拿进来 好不好 对不对 就是说那这样就是你剩下的candidate的 你最终要找的那个 这个离t最近的k个number 就在这2k个数里面 总共大概约等于2k 约等于 我这里没有约等于吧 反正约等于大概我这么写一下吧 约等于约等于2k个数 对吧 这里面大概有2k个数 对不对 然后有这2k个数怎么找呢 你相当于是两个pointer 我打一下 就是说左边的pointer是left 右边的pointer是right 好吧 右边的pointer是right 等于说你不断的拿 拿右边的 比如说我再打一下 断掉连接了 断网了 我先停一下 我看看这网络怎么回事啊 我先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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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放一路上 我先停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